满世界都是狼,太可怕了 满世界都是羊和兔子,更可怕 1978年秋,天高云淡,威风轻浮 幽远宁静的森林里不时传来几声枪响 声音很闷,却又显得极为热烈 这也许是李丽将军被发配到这一带最高兴的一天了 警委员小刘总算给他找回了这只宝贝猎枪 他又多了一种打伐日子的消遣了 林淑恒心里替他高兴,可另一方面又隐隐觉得害怕 报纸上说赵大山司令又要出山了 林淑恒赶紧把报纸收起来,他很清楚 这又是叫李丽看见他准跑一天也待不住 林淑恒很无奈地摇头说 你不准家电话,不准买电视机 现在连报纸要收收藏藏 你难道真的以为他那种人弄闲在这儿 跟你过一辈子 林淑恒不管,弄过一天是一天 他再也不想过那种惹是生非的日子了 什么社会啊,国家啊,他都不关心 就两个人待在这儿,何哲之余,相濡一摸 林淑拍了拍报纸说 水涨了,鱼儿就会游走的 大鱼如此,小鱼也同样 儿子小敏,不知不觉就长成大小伙子 现在是球队的主力 偶尔难得回来,吃上一餐饭 嘴一抹,人就颠了 林淑恒想略留不住,只好叮嘱他 叫他看看城里有没有卖那种皮转椅 就是办公桌用的那种 小敏显得很为难 他觉得妈妈总在做无用功,爸爸待不住的 林淑很小,并不答话 他指着林淑的话说 河水已经干了,两条鱼只能用唾沫滋润对方 相依为命了 林淑很不高兴地哄里声问 怎么,想叫我跟你妈离婚? 还唐吉柯德,再多几个唐吉柯德才好呢? 生活跟事业上的斗争,可不像你们球长上的竞争 三比一就能分出数银来 再说了,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大文学家 他们的价值是死后才被人们承认的 小敏冷笑,可惜你不是大科学家,也不是大文学家 你是干部,失去了权力 你自己心中的天平都没了支点 称不了别人的分量,也称不了自己的分量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啊 李莉的性格真是一丝一毫米漏掉 全遗传到小敏身上 不,青出于蓝胜于蓝 李莉打住了,小敏还有话要说 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连吵架都没热情吵了 那还互相伤害给什么劲,赶紧分开 李莉哄哄两声,叹了口气 随手抄起那叠报纸,高高在上地问 怎么少一份 林书恨知道随便找个借口,说兴许是半路漏掉了 这档件,林副从兜里掏出一封信 可了不得是周琴的 李莉高兴地简直要跳起来 拆开一看,更兴奋了 周琴就在队岸的卢西中学教授 李莉忙叫小敏去打电话 话刚说说口,又沉下脸,咬牙切齿地骂娘 见他骂了个鬼,电话还没装上 县里有点索,说忙不过来 扯淡 好在林副提醒说,到队岸有轮渡作 李莉这才露出笑脸 21年了,足足21年过去了 那是1949年秋 周琴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在东方大学的英语老师 彼时革命气氛高涨 没人愿意学英语 大家都说,东方大学的外语课 只留一门俄语就行了 其他,统统废除 林舒衡是周琴课堂上 唯一一名上课的学生 林舒衡记得 当时激进派和军员代表躲在门口 几十双眼睛看他 他吓得要命,只好搬出老同志 他说,马克思又忧郁写过信 列宁也用法语讲过话 金金派和军员代表搜了一下别国脸去 开始向周琴罚难 有的叫他谈谈如何看抗大 有的用很粗烈的口气吼他 问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周琴很严肃地说 我没有忘记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回来了 军员代表又问 那你对解放怎么看 周琴突然笑起来 说,解放 就好像脱了一双脊脚的高跟鞋 可不得了 此话一出 顿时从到校园里一道刺眼的风景线 说也怪 周琴的高跟鞋上枪没几天 就被一个抗大来的军管会秘书长挤掉了 这可是个怪人 人没到 先把自己的简历送来了 人手一份 如果看到墙上的高跟鞋 竟然没发议论 没说要斗一斗 劈一劈 周琴吉他 应应语说 好一个矮子 这人转过身笑道 拿破仑是矮子 美国的开国大总统华盛顿 也是矮子 开了个话头 不继续深入的谈谈是不够的 来人问 周琴讲师 听说阁下对东方大学今后的办学理念 有想法 周琴反问 我想先听听阁下的意见 来人问 叫你参加南下工作团如何 周琴摇头 那得有人背着我 我穿惯了高跟鞋 来人又问 把东方大学 办成抗大如何 周琴故作震惊 反问 不会把抽水马桶也砸了吧 这时候有学生轰到起来 大家喊 请领导到大理堂给我们做报告 来人几步跑上台阶 单甜气十足的 发表了那番简短的 后来载入笑识的演讲 首先 东方大学就是东方大学 不需要 也没必要改成抗大 其次 革命形势在变化 国家的建设 是需要多方面 多种专业人才的 工程师 建筑师 物理学家 化学家 数学家 文学家 当然还有 国际文化交流的外语人才 莫了 来人用很幽默的比喻 跟大家做了总结 学习抗大 不是变成抗大 难不成 把这些漂亮的教学楼 都改成窑洞 那不是吃饱了抽的吗 这么想着 故人也到了跟前了 跟从前一样 依然是李莉周晴 谈笑风生 李淑恒 几随其后 一言不发 她经常在想 其实当初啊 三个人的关系 心许是真的弄差了 那时候 周晴跟李莉两个人 隔几天总见见面 每次总得有刻八小时 不止林淑恒 很多同学都在喘 说周老师 铁地要跟李首长结婚 周晴投一个反对 她是很喜欢李莉的性格 可是结婚不可能的 他们俩性格太接近了 真要在一起 会爆炸不可 倒是林淑恒 李莉总拐弯抹角地打听她 没几天 在周晴的撮合下 事情就起了变化 林淑恒至今都想不明白 怎么当初就那么崇拜她 果然像书上说的那样 爱情是盲目的 爱神丘比特手里老拿个弓箭 他想哪两个人发生爱情 就把那两人设下 一瞎 稀里糊涂可不就爱上了 林淑恒这么胆小的 她是不敢爱谁的 起初是周晴作媒 后来也几乎全是李莉主动 有一天无会结束 李莉说 有个问题她想不明白 要请教林淑恒 林淑恒诧异 怎么 还有你不知道答案呢 李莉笑着说 Jawson问我 什么时候喝我们的喜酒 这怎么会啊 林淑恒脸红的脖子根 半天不言语 她此刻啊 紧张得连说话都不会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 一切几乎是眨眼之间 你怎么会喜欢 我这种性格的女人 这就叫相反相成 我整天泡在斗争里 渴望在你身边得到安宁 哪怕是片刻的安宁 也兴许是太过眨眼之间 婚后不久 林淑恒就过起了 提心吊胆的生活 这是她从未想过的 李莉说过 一切都可以谈 都可以说 唯独她的工作 一丝一毫都不准过问 可无奈 这赵司令 为了让林淑恒 更加理解 更加明白 李莉工作的辛苦 好加倍同她爱她 于是特地带她到监狱来 看看这位小李将军 是如何指挥一场 特殊战斗的 用赵司令的话说 杀人容易就人难 今天的攻击目标是 陈天寿 一位国民党少将工程师 1936年便于麻省理工学院 37年回国 国内很多大型防御攻势 都是她主导设计的 说起来 这陈天寿跟李莉 还有点渊源的 淮海战役的时候 陈被俘虏 后来跑了 没过多久 又被俘虏 其实 当时并不是她逃脱 而是李莉故意放的人 用李莉的话说 诸葛亮还奇奇梦惑呢 陈工程师 比梦惑还有才能 陈天寿先是一愣 接着冷笑说 李将军 历史并没有写完 李莉点头说 可以这样讲 但是 你的少将历史 却是写完了 而工程师的历史 还可以继续往下写 此言一出 陈天寿马上就明白了 他脸色大变 显得又失落又难过 不过他随即话锋一转 说 贵党就不怕 我设计的城防公事搞鬼 李莉大笑说 不怕 再兼顾 我都能给你拆了 陈天寿摇头 很无奈地说 我没有败给你 我是败给国民党的腐败 聊到这 李莉心里就有底了 李莉 他很严肃 却又略带温情地告诉陈天寿 这里没有赢家输家 跟我没有罪犯 你我有过对立 可那只是立场不同 不得不说 李莉对陈天寿的这场攻坚战 打得极为漂亮 可是 问题也随之而来 他陈天寿是国民党少将 是大反动派 怎么能保他 这是违反原则的事情 李莉作为街道委员会主任 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些事 厉害攸关 妈可懂 阿恨哪 他要是有个闪失 连妈也得受牵连 可要说劝 怎么劝得住 那是赵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李莉眼珠一转 说 如果真推不掉 那就找别人办 不能把风险往自个儿身上揽 当晚 李淑恒便把妈妈的话 原样转述给李莉听 可想而知 李莉心里是十分不高兴的 偏这时 赵司令不请自来 还就为陈天寿而来 正事没谈呢 先夸李淑恒 说他知道分寸 不像一些娘们 总想削尖脑袋参与老公的公事 李淑恒再也插不上话了 他只能乖乖坐着 听赵司令下令保陈天寿 听李莉打电话提人 把他派到什么水电站工地去 林淑恒第一次 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就碰了笔 一个冰冷坚硬的笔 如今那个赵司令又要出来了 他一出山 怎么能放过他最爱的头号战将 小李将军哦 说着聊着 不就建议到周琴家了 说是家 其实破落得很 可即便如此 周琴的工作热情 却是没有一点丝毫麻糊 57年发配到这一带山区 闲着没事 业余时间把红楼梦一成英文 自得其乐 李莉咳嗽一声说 我还是没能保住你啊 周琴笑 别说这话 我可没踏你的台 说着周琴拿出一点信来 现在外交部 外贸部 中文人民广播电台 住外使馆 文化部 教育部 到处都是他的学生 所谓的逃离满天下 不过如此哦 周琴感慨 生活是能改造人的 他第一次蹲乡下的土空时 差点没把隔夜的饭菜吐出来 恰恰是把你从抽水马桶上 赶到乡下的吐厕所的时候 国外再向电子技术实在进军 我们却在这儿 津津有味地抓这个分子 那个分子 历史已经严酷地惩罚了 我们这种罕见的愚昧 周琴 做饭吧 愚昧 这词看着简单 写出来也都认识 可是一旦装进人的脑子 就很难拔出来 现在报上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有什么可讨论的 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吗 周琴苦着脸说 真要命呀 四千年的古老文化 为了这张嘴 大概就要花两千年 有一句没句地聊着 在李莉和周琴眼里是闲聊 在林书恒那 却是铜马蜂窝 他一听这些 就心惊胆战 他怕 他最怕李莉爱管闲事 那一年 本来好容易两天休假时间 结果呢 他在街上买包烟都能买出事干 那烟铺子里头有个对联 十年苦读 当酒保 半生辛苦 卖香烟 他来劲了 非要见见人家 疑问之下 原来是个教会大学毕业的生物系学生 叫梁九村 教会大学是个敏感地带 不管你以前才没参加过国民党 通通不给工作 李莉纳闷 你这个人这么大个头 不会距离立重吗 你是清白的吗 梁九村别过头去 干脆连话也不说了 他老婆解释说 任老师 不会交接那些 邻居都叫他长颈鹿呢 说他比长颈鹿都呆 李莉笑 很有些意味深长地说 别看长颈鹿脖子那么老长 真要解剖啊 还不到麻雀的一半 没错 李莉原先也是学生物的 现在他搞社会学 人际交往最难的是破冰 一破冰 话就好说了 梁九村本是生物系学生 专门研究狼的 这不 但凡卖烟攒点钱 都叫他拿去去山里买些死狼回来 家里弄得尽是鲜味 孩子都不敢进屋 李莉拍了拍梁九村说 在家里考研究 转不开身的 明天来军馆会找我 我给你弄个手术室 林书恒忍不住问 这个人跟教会有关系 恐怕不好保吧 李莉摇头说 我有个直觉 只有心胸坦荡的人 才会公开地发点牢骚 尽说漂亮话的人 则要警惕着点 林书恒又问 那他学校呢 他校长是洋人 李莉笑 不就是洋道士吗 赵司令参加恒军以前 还是个小道士呢 眨眼十几年过去 一切都在变 人在变 世道也在变 唯一不变的 恐怕只有李莉的那股子倔劲 听说这里的电 是公社自己发的 电压不稳 所以电灯一闪一闪打摆子 李莉愈怒着脸说 我要是再有点权力 至少给你弄个电压稳定的电灯 这太折磨人了 周青笑着说 再坚持一会儿 每天只够两个小时哦 说着他拿来半导体 这几天真理大讨论 还有点听头的 周青同志 几年如一日骑自行车上下班 不坐小汽车 风雨无阻 而且每天早到半小时 亲自打扫局机关大院的卫生 这不是金代表老猪吗 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把他关掉 怎么了 这他妈扯淡 骑自行车上班 我把他做汽车都赶不上人家 按说 这种官样文章 到处都是 何必跟他怂气 可李莉就是不行 他看不下去就要说 他总说 人人都知道不对 却都视而不见 那中国还怎么见识啊 李莉弄了两页纸 拿了半截蜡烛去 他要给电台写信 要严厉批评这种王八蛋宣传 另一边 林书恒又开始心惊肉条 能不心惊肉条吗 那年入秋 家门被陈田书踹开 他差点没被吓死 外头紧地呜呜地想 家里做个死刑犯 换谁谁不哆嗦 那晚林书恒确实被吓懵了 就知道后来 李莉跟他聊了很久 说什么保证工作条件之类的事 李莉走后 林书恒连叫也不敢睡了 就怕还有什么人再闯进来 他思来想去 最后后着脸皮把周琴弄来 陪了他一宿 周琴还是那样会说 但是 不过学校激进派的压力 他也开始学俄文了 以他那样好强的性格 即便是从林学起 也绝不说给别人 这不 才两个月 已经能读共产党宣言了 林书恒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要花很多精力吧 周琴笑为了辩论 学校里有人说 说李莉将军不是共产党员 是我的情人 这还得了 我就是要扛着他们的红旗 去教训他们 看他们还敢乱弹琴 发完愤开 周琴冷不定地说 你要不吃醋啊 我还真想挽着他的手 大摇大摆地在学校走 周琴心许是随口一说 也心许 还有点别的什么 林书恒却是真的一夜没怎么睡 到调天早上 吃早饭的时候 林书恒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周大姐 她要真爱你 我可以让她 周琴面包都要笑出来 你还真大方 真善良 想到此 林书恒不觉落下泪来 她真的觉得 她觉得当初错了 三个人的关系搞错了 错了 都错了 那天 周琴走后没多久 赵司令就来了电话 说李莉淋雨病了 叫她到水电站探望探望 这不来不知道 一来吓一跳 原来 李莉保陈天兽 是一己之力 对抗全体冠兵 有的人 甚至于辞职想要写 那真是 没有硝烟的战场 比有硝烟的更加艰难 而也就到这会儿 林书恒才第一次知道 李莉这个刚错阳强硬的人 也有她脆弱的一面 昨晚周琴说 李莉将军的大房子 是个安全屋 连她都想住进去 李莉却说 她的安全岛 是林书恒 有林书恒的地方 才是她的家 林书恒心里暖暖的 她还带了个好消息来呢 这个家 马上就要变成三口之家 李莉蹭了一下力气身来 指着林书恒的肚子说 这小子从娘胎里 就听老子吵架 将来长大了 搞不好 比老子还会吵 客观地说 林书恒和李莉 确实有过幸福时光 可是 就在那之后不久 赵司令带兵 抗美援朝去了 失掉了这个权力的支柱 第二年军管会改组 李莉就被停职了 传出来的消息是 用人不当 告状的信一大堆 只给她保留一个 众协委员 生活待遇不便 让她结结实实地 当了几年的御工 唯一的社会活动 就只有一年一次的 众协会议 和每周一次 众协办的周末舞会 就这 她还不服输呢 即便是跳舞 也要超过别人 尤其是那个老猪 从前是她的下属 现在变成她的上司 那老猪 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显摆的机会 老猪来了 老远就哈哈笑 问 有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帮忙啊 有的话说一声哦 莫要客气哦 李莉皮笑肉不笑 说 没有 我过得很好 正要出去旅游呢 在那以后的一个月里 她真就出去旅游了 玩得很痛快 没带警卫员 也没带孩子 可是在莫干山 无意中又碰到 从北京来疗养的赵司令 她一出来 林书恒就怕哦 林书恒怕是有道理的 上面下来文件了 说要布局一格匠人才 这就等于变相肯定了 一些领导干部 破格提拔人才的工作 也说明了 以赵司令 李莉为标准的这一波 马上 立刻就要被重新 为众人 哦 难怪市里的头头们 这几天突然客气了 太良的 我们是提着自己的脑袋 干革命 有人却是提着 别人的脑袋 干革命 什么东西 猎枪就是那天 林祖的时候送的 赵司令的原话是 再下台的时候用 不准备好下台的干部 不是好干部 所谓斗钟嘛 永远是螺旋式的上升 和波浪式的前进 果然 李莉回到家就被启用了 不过 那些人嫌她在身边碍眼 把她派出来抓水库 叫她担任总指挥 李莉全身心地铺在工作上 没日没夜地干 谁知道 不多久大油精牛来了 以她那种性格 再能不惹事哦 刚到的几个月 还是充满笑声的 说来也巧 陈天兽也被派到这个水电站 她现在不再是劳改犯了 上面下了特赦令 她做了水电站技术部的技术顾问 陈天兽此番来为两件事 其一呢 暂时感谢李莉的搭救 其二 也是她来的主要目的 想问问总指挥 如何治理水土流失的问题 这条河泥沙含量太大 不解决好会威胁大把安全 李莉一脸的娇气 安慰说 上游几个线都向省委打了包票 飞机播种 人工播种 两条腿走路 保重一年之内 把所有的荒山都绿化 三年之内 把河水的寒沙量 控制在9%以下 陈天兽没有再问什么 他只留下一句话 阁下的魄力 我领教过的 这句话貌似很平常 但在敏感的林书恒看来 他心里其实抱我疑虑的 李莉拉下脸说 你懂什么 不要瞎问 林书恒还是要问 上一次没弄下去 就是因为这个陈天兽 这次 不能还栽在他身上 你看他说话 不讲完 老留点 最关键是 周琴被打成右派 已经不知道给送到哪儿去了 李莉一个劲扒饭 头也不抬 事实证明 李莉的确过于乐观了 赢了中国的一句老话 乐极生悲 到59年 工程中的各种问题 暴露出来 最严重的是 上有几个县不仅没种树 原有的一点松木 也发光了 水土流失 越来越严重 大坝建设 不得不暂时停工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上面竟然下了通知说 工程进度 要再提前 催问工程进度 要求还要提前 提他挂了个钱 哎呀 老李 无论想法偏左偏右 态度还是要举重 尽管李莉心里百般不愿意 可她还是老老实实地 开会 讨论 要方案 推进度 要命的是 工程缺陷 远比她想象的更严重 现在不是进度的问题 而是工程本身 总工程师就一句话 你杀含量不解决 工程绝对不能开 否则 她只好请辞了 李莉吼她 要滚就滚 死了张屠夫 我照样吃猪肉 此话一出 四下接近 技术组 只剩下陈田兽一个人 她留下并非意味支持李莉 而是 她看在人情的份上 想多劝两句 李莉心凉了半截 我那样帮你 保你 你就这么对我 一声六下 李莉把陈田兽调离技术港 送往桥梁工地 原本就重病在身 被工作这么一压 李莉的脑子乱哄哄 眼前净白雪花 偏这时 儿子小敏抱着本书笑 让她很恼火 小敏指着书说 皇帝光着屁股满街跑 还以为自己 穿了漂亮的新衣服呢 真好玩 李莉抬手就是一巴掌 妈的 你老子才是光着屁股满街跑 被儿子这么一闹 李莉想猛然间误导什么 她感觉自己好陌生 完全不是从前那个李莉了 她决定了 不能再这么胡搞下去 向上面报告 挺功检查 李莉苦笑着说 后果会很严重 也许 比以前加起来都严重 我做好准备 也请你做好准备 话音未落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建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大坝 塌了 陈田兽就是那晚死的 她跟其他人一起抢血被埋 连尸体都被砸烂了 可是好笑 其他人都是烈士 陈田兽连个统治都冲不上 李莉震怒 她要求党委同志立刻把被换了 加上统治两个字 也要骑上红旗 党委会是怎么讨论的 李淑恒不知道 她只知道 陈田兽的墓碑始终没有换 而李莉很快就被撤了职 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没多久 赵司令也在庐山会上挨了训 没有能力再出手 李淑恒叹气说 我的人生 我的青春 就在这大起大落中消耗光了 周琴接话说 是啊 人生无常 不过有一点 我是从来不后悔的 周琴的哥哥在联合国工作 74年的时候 他通过周总理下了密函 要周琴回美国 周琴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 他说过不会打李莉的台 就不会打李莉的台 李淑恒沉下脸去 过了半天说 你劝劝他吧 安安稳稳过几年 别再折腾了 周琴笑 我不会劝 绝不会 说说聊聊 已经有走到楼下 李莉同志还在奋鼻疾疏呢 李淑恒沉下意识地说 不早了 我得赶紧叫他睡一会儿 周琴拽着说 你是真一点都不理解他 海明月的太太说过 管海明月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管他 李淑恒笑笑 没有回答 他不能拨管 他害怕 无时无刻不再害怕 相反的 周琴 整一个女般李莉 电子工业局长 用大扫把扫地的精神 固然可嘉 无奈大扫把 是扫不掉电子技术的 落后面貌的 如果这位局长 能把科研生产搞上去 人民供他坐直升飞机上下班 都心甘情愿 刘迪老师 您的电话 好比说这封信一把 李莉的意思很明确 发出去 听就听 不听也讽刺讽刺他们 李淑恒捏在手上 只轻轻捏住 手心就出了汗 这档件 李傅打来电话 说马上也把有十五了 看望老干部啊什么的 是不是回去一趟 李莉也挣了牛蛋一样 不去不去 我还没玩够呢 周青凹立生说 后山有史可法纪念祠堂 还有个生物研究小组 研究狼的 敢去吗 小李将军还有不敢去的 明知山有虎 不 明知山有狼 偏向狼山行 说起狼 他倒想起一人来 长颈鹿同志 只可惜了 因为发了一篇 研究狼的论文 被种惨了 我好像看过这篇文章 不过 满世界都是狼 太可怕了 满世界都是羊和兔子 更可怕 是啊 满世界都是狼算得了什么 满世界都是羊和兔子 才吓人来 李莉招呼一声 从屋里出来个愣小子 李莉觉得面熟 一问 他正是长颈鹿同志 梁九村的儿子 就是小时候 害怕爸爸解剖狼 不敢进屋的那个小家伙 李莉的好心情 煞是沉到谷底 三个人转到石刻法纪念祠堂 只粗溜地看了一幅对联 便匆忙赶回家去 万事万物的发展 总是走向他的对立面 沉入黑暗的光 也总会从东方重新松起 重如石刻法的这幅对子 听见底全声 豪天地是歌是气 看街前月色 问英姓 还死还生 老幼夫连脸重在 一下说了四五个好字 李莉问 我进步有这么大 老幼夫说 不 我说对子好 纸也好 没说字好 李莉来了兴致 这纸有什么讲头 老幼夫来劲了 这种纸好分从 有一种做假画的办法 叫二阶皮 做假画的人 把纸从中间揭开 再找一个画家填上几笔 于是 上面一层少了点原画的浑厚 下面一层缺了点原画的笔墨 这种半真半假是最难鉴定的 李莉若有所思的点头说 是啊 跟人一样 半真半假最难分辨 日出里不是有那么句台词吗 我 被一个流氓耍了 你 被一个更大的流氓耍了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起起伏伏 根本分不清 也无所谓真假 这话老幼夫不同意了 历史老人是最公众的鉴定家 你瞧 赵大山不是又出山了 啥时 气氛变了样 李莉明白 那封信应该是没发 此外 电话 电视机 半导体 乃至报纸 都给藏起来了 外部的敌人总是容易消灭 内部的 半真半假的这位夫人 他原来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我 我 我还 我还不是为了你 你保护了这个人才 那个人才 有什么用 周琴还不照样打成右派 至今没平凡 那个梁九村 当酒保 卖香烟 一家人太太平平 你求我他可是 陈天兽又怎么样 你连块墓碑也换不了 这一个个宝贝 都是你提炼的稀有元素 有什么用 到头来 还不一个个被人像垃圾一样的扔掉 领头你自己 李莉没反驳 她没理由反驳 因为李叔恒没说错 可是 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要上阵 拼杀 历史上 暴君统治 奸臣弄拳 都是短暂的 而平庸 却能淹没历史几千年 李叔恒哭着哭着忽然停住 到此刻 他终于放下执念 完全放弃了 想留住丈夫的想法 这是一辆吉普车开进 缓缓停在门口 是小敏 他这趟回来 为两件事 第一 替赵司令送信 第二 替赵司令接人 正是收到通知 李莉别提多兴奋 他在屋里转悠来转悠去 转悠来转悠去 想开口说话 又不知道说什么 半晌 他问李叔恒 你怎么看 李叔恒不说话 起身走了 他问老幼夫 您老怎么看 老幼夫很无奈地说 人格有志 不可勉强 最后他还问小敏 儿子 你怎么看 小敏还是那句话 趁早离了 对大家都好 李莉吐了口烟说 还是聊聊唐吉柯德吧 你说我是唐吉柯德 这怎么说 小敏坐下来 脸上带了笑说 从小到大 我看着你争来斗去 觉得怪滑稽的 就像空荡荡的球场上 一个只过往前撑的中锋 我踢球还总结出经验来了 小心翼翼 缺乏黎明角的功夫 算不得好球员 但是 红冲直撞 不管什么地方都乱射门的 也不算好球员 李莉哈哈笑了半天 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走到小敏身边问 会擦枪吗 小敏笑 那当然 李莉说 好 就交给你了 第二天天一亮 李莉便收拾行李 上了吉普车 一如李书恒底子 见他那般 果然啊 还是小敏说的对 他就像一块刹车的车瓦 他的使命 就是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 消耗殆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